去年 著名黄暴漫画 《剑锋传奇》的作者 《散布剑他狼》去世 一代神作成为历史 说到《剑锋传奇》这部作品 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又名烙印勇士 红为超长篇的漫画 《剑锋传奇》 虽然没有海泽王那么高的人气 但是它的质量却一点也不输 在日本以及欧美地区的漫画平坡网站上 《剑锋传奇》常年霸占榜首 主角嘎子 得诗 更是多次登顶 《最惨动漫主角榜单》 作品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大量拥顿 其中在《玩家群体》里 最出名的莫过于游戏制作人 宫西英高了 他是《剑锋传奇》的中式粉丝 相传《黑暗之魂》 是他用来吹根而制作的游戏 虽然传言只是传言 但不仅仅是《黑暗之魂》系列 包括其他老贼的魂游戏中 也有大量对《剑锋传奇》致敬的影子 所以这期视频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魂游戏中的剑锋捞椅到底有多深 大家好 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 我是没有波音枪的光头麦克苏 风情高对于《剑锋传奇》致敬最明显的地方 莫过于在多部游戏中 各种对嘎子的花式模仿 最出名的当然是《黑暗之魂1》DLC的宣传图 葛温的《王之士奇事》之一 《亚尔特流斯》的造型 非常明显地借鉴了剑锋第28卷封面上 嘎子的造型 当然《黑暗3》中 《一路邪尔的征战骑士》的造型 也致敬了嘎子的狂战士形态 而《爱尔登法环》出来时 布莱泽又再次致敬了嘎子的狂战士造型 只比嘎子多了一束白毛 其实在《黑暗之魂》系列中 以及《爱尔登法环》中 你都可以获得不能烤肉的嘎子剑或替代品 在《老头环》中更是给了你四只斬 穿上黑棋子套 你就可以靠视这个黑色剑矢 除了致敬打着本人以外 格斯的影子也没有放过 虚然诅咒是被地牢里的活狗 以及《黑暗3》里的鳄鱼 也明显参考了格斯的黑暗野兽造型 不过如果只是样子模仿一下 也只能算是简单致敬了 但《黑暗1》中的《亚尔特流斯》 显然没那么简单 A大与灰狼西夫的故事 或许是《黑暗之魂1》中 最令玩家动容的故事之一 狼骑士·亚尔特流斯 尽受重创之时 人留下自己的盾作为结界 保护伤害年幼的西夫 最终自己被深渊吞死 而《剑锋传奇》中的格斯 也与狼有不解之缘 幼年时的格斯 在荒野之中孤身一人 与狼搏斗 之后他获得狂战士铠甲 也是狼的形象 其中寄宿着恶狼的狂暴灵魂 《亚尔特流斯》是 格温士骑士之一 格斯则是隶属 格里费斯音之传的冲冲队队长 A大不如深渊 格斯为了救格里费斯而卷入日食 虽然侥幸逃脱 但几乎失去了一切 在《狼戒》中提到 亚尔特流斯有强韧的意志 在《剑锋传奇》中 格斯不仅是打不死的小强 同时有着改变命运的精神 亚尔特流斯死后 有同为士骑士之一的基亚男 为其哀悼 格斯同样会为了拯救他以失智 并狄是他的卡斯加而付出一切 在《黑魂3》中 除了有一把巨剑 可以让你Cost格斯 DLC里的卢尼骑士盖尔也很大程度是在致敬格斯 除了开场几乎完全复刻了《阿尔特流斯》以外 无论是他右手断了一截的盖尔大剑 以及左手曾想用来一堆多的连射弩 还是他的披风 又或者是他疯狗一般的战斗方式 你还说他不是格斯 不过仅仅外形上的模仿 不是老贼的风格 格斯因为不断地使用狂战士铠甲的力量 不间断的战斗 使其内心好战而危险的黑暗野兽逐渐强大 多次陷入重伤 敌我不分等困境 盖尔为了要寻找作为颜料的黑暗之魂 失去理智 陷入疯狂 当在黄沙处看到盖尔的时候 他已经忘记了你是谁 忘记了自己的目的 找到黑暗之魂 而不是吃掉它 如果说黑暗之魂一中对格斯的致敬 是希望大家都有A大般强忍的精神 那么黑魂三中的致敬则是一种警示 让世人不要忘记初衷 即便是画风和剑风传奇完全不同的智狼 狼的设定与格斯几乎一模一样 年幼的狼是战场孤儿 被魁忍肖收养 在保护主人的战斗中被斩断手臂 装上一手 斩杀有断手之仇的血衣狼 和要他背叛的义父并斩断不死 格斯是从史诗中出生的孤儿 养父死后被拥兵抚养成人 三岁就拿剑 六岁就上战场 九岁被出卖 十一岁失手杀死义父 加入英子团后 在十字刻被格里菲斯出卖 失去左手和右眼 从此格斯装上一手 保护卡斯加的同时 不忘找格里菲斯报仇 虽然剑锋的结局我们并不知道 但至少老贼比下的狼 可以达成龙子返乡 对了 还有智狼封面 对于格斯与格里菲斯之战的致敬 当然除了嘎子以外 魂游戏还有诸多重造型上 对剑锋的致敬 随手列举几个 二等法环中的水星将军 或许也是在致敬 剑锋传奇中的霸王加尔塞里克 至少造型上非常神势 至于你说千年前的霸王 现在到底是不是骷髅骑士 那就是另一个很长的故事了 最强扮神的生死对手 玛尼尼亚的头盔 则明显致敬剑锋传奇中的 法尔纳赛 黑魂三里 阿尔德里奇的大主教 麦克唐纳 明显参考了剑锋第一卷中 出现的鼻涕虫伯爵 故事俱乐的车轮房顶 参考了剑锋中的酷刑 不过这也是魂系列的一贯传统 包括黑魂里的车轮怪 以及血缘里的车轮武器 都来自剑锋 只不过车轮怪一直在削弱 黑魂一中的车轮怪秒人 现在看来也是情怀了 不过这些神势的致敬 并不是这个视频的重点 视频结尾部分会有更多的盘点 我们现在还是来讨论一下 剑锋与魂游戏故事内涵的关联 剑锋传奇中 因为有祭品烙印的存在 德斯被恶魔追杀 但剑锋中始终在讨论一个话题 神与恶魔的对立于同一面 到底什么是神 到底什么是恶魔 圣经中有一句话 恶魔杀死了十人 而神却杀死了2038344个人 诚然剑锋里的恶魔杀人无数 但人只要把灵魂出卖给恶魔 就能成为使徒之主 神之手 所以到底是恶魔在杀人 还是神在杀人 即使是神 深渊之神 也不过是人类群体意念的创造物 那些恶魔模样的神之手也好 使徒也好 之前个个都是人 与其说剑锋是在写人与恶魔 以及神之间的黑暗幻想故事 不如说是关于人性的批判 我想攻击一高 或许从恶魔之魂开始 就已经用这种内涵 在书写魂游戏的内核了 恶魔之魂中 所有的唤醒古老魔兽 书醒的开端 都是来自于人类 对于灵魂的互渡使用 所以当我们杀死第一个恶魔后 跟唯一存活下来的要人对话 他会告诉我们 在遥远的从前 我们曾透过灵魂的作用 统治了全世界 却因不愿满足的探求星 而唤醒古老魔兽 血缘诅咒中 所有的悲剧 都来源于人类 对于上位者血液的 过渡使用和研究 特别是西蒙 向我们揭示了 小于村里的真相 四郎中 所有的悲剧 都来源于人类 对于龙蝇之血 或原汁水的 过渡使用和争夺 其中先锋是 对于变若之子的研究 更是悲剧中的悲剧 在爱尔登法环中 褪色者们 或者半神们 在真的是什么 一个爱尔登之王的虚名 无论是碎片战争 还是你修复的法环 都没有改变 交际地的任何命运 截子婆婆说 是无上意志放弃了半神 或者说是交际地的人 自己放弃了自己 黑暗之魂系列更是如此 不使人闯火 或者不闯火 也不过是在火时代 和黑暗时代之间 选了一个战队而已 本质上抛开种族的区别 这就是一场 人与人之间的战争 世界的恶魔 来自魔女研究出火暴走 深渊也是因为后人 挖了先人的坟墓 而造成对世界的侵蚀 这种侵蚀 可不管你是有火 还是没有火 所以其实都是自己捉的 在魂游戏里 除了因为人而诞生的 恶魔在杀人 满眼皆是人在杀人 但剑锋的故事 也不是一味的描写 人性的扭曲 比如烙印 到底是诅咒还是赐福 贯穿剑锋故事的 明显是格斯身上的 祭品烙印 会吸引恶魔 但同时格斯 始终在崩溃的边缘 用尽全力在与命运抗争 这一点我认为 也是魂游戏 对于死亡的独到阐述 魂游戏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当然是难 你在游戏中 见到最多的一个词 莫过于死亡 但宫崎英高 为什么要把游戏 设计得这么难呢 在某次采访中 他给出了答案 我经常在游戏中死掉 因此 我想在自己的作品中 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死亡 不仅仅是失败的印记 我如何才能赋予它意义 对于那些感到我游戏难度过高的玩家 我深表遗憾 我只是希望 有尽量多的玩家 能够体验到克服困难后的喜悦 《江龙传奇》描述的是 一个到处都是死亡的世界 在那样的世界里 人们为什么而活呢 如孔子所言 未之生 编之死 到底什么才叫做活着 活着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活得不自由 不幸福 这样与死亡也有什么区别 追求梦想 或者追求简单的快乐 这就是烙印的主题之一 得失成为格里菲斯的梦想而活 但最后他为了自己的爱而活 因此无论他如何崩溃 都心怀希望 我想老贼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 该如何在游戏中 呈现出这种对希望的渴望呢 或许他最后的答案 就是用无数次失败的挑战 换来最后的胜利 让玩家能够怀抱着对胜利的渴望 享受那份克服困难后的喜悦 而这既是《剑锋传奇》故事的魅力 也是魂游戏对于玩家的魅力 心中有希望 在崩溃中战胜自己 收获那份喜悦 所以老贼热衷在不同的魂游戏中 讲述不同的死亡故事 对玩家的每一次死亡 都赋予独特的意义 这一点在《资狼》和《血缘诅咒》中 特别明显 在《资狼》中 一度死去的狼 被九郎的龙命之血救活 从而不死 要想复原成常人 就必须斩断不死 你在游戏中活着的目的 就是帮助九郎 以及自己寻求斩断不死的方法 你的每一次死亡 都会夺取身边人的魂 而造成龙壳 所以你努力活着 同时也是为了让身边的人 也都活着 这和格斯组建自己的团队后 新的使命一模一样 而《血缘诅咒》里 你因为在梦中 所以永远不会死 但你的每一次死亡 都是你努力从梦中 醒来失败的尝试 你很想醒来 带着这种信念 你在梦境中 一遍又一遍挑战那些 做事教会或学会 引发的梦境 又或者是上位者的梦境 只会找到从梦中醒来的方法 只要你心怀醒来的希望 迟早有一天你会选择让格曼砍了你 然后醒来看过亚兰的日出 糟糕细心进入下一个梦境 艾尔登法环中用了另一种手法 赤福是玛丽卡赤于褪色者的 因为有赤福 有黄金律法 你可以无限地复活 但褪色者复活的目的 是为了维护黄金律法 还是打破黄金律法 我想奖背的数量 已经说明了一切 说简单一点 哪怕你只是为了拉尼 那你和格斯一样 找到了值得自己守护的卡斯加 只要你最终认为 Die for Arnie是值得的 那么老贼就成功地把 《剑空传奇》里的格斯的希望 传递给了你 如果说《剑空传奇》中的黄金时代 是主角们的时代 那么断罪塔片 《散布剑台狼》画了大量的笔墨 来描写生罚崛起的普通人 是如何生存在这个 到处是死亡的世界上的 比如软弱无能的男人 欺负妇女和孩童 难民之间 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互相拆解 互相迫害 掌握职权的人 却成天到晚没干什么人事 反而利用手头的权力 去压迫弱者 凸显自己的高贵 真是赤裸裸地揭露了 乱世中人性的阴暗 反倒是弱势群体中的妓女 孩童 展现出了人性最闪亮的光辉 在老贼的世界里 活着也不容易 以《黑暗之魂1》为例 如果你有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 你能够在《传火机车场附近》 捡到所有的初始装备 而这些装备都是我们从不同的 失败者的尸体上 发下来的 战士一套 可以在贪食魔龙的战斗场景里找到 估计这位 是被一个龙车送上了猫车 盗贼一套 能够在飞龙谷的桥上找到 估计是跑酷失败 同样在布什镇下层 还有小偷一套 看样子是被他的活尸兄弟 暴局了 等等等等 虽然你是天选之人 但其实所有的布什人 都是传说中被选中的人们 他们没有名字 但为了不成为活尸 始终带着那么一点人性 在出火当过财星 吸收过自己 把自己所有都献给了出火 最终成了灰烬 即便如此 布什人或者鱼静 还是义无反顾地 踏上了挑战十字刻之路 至此你会发现 你扮演的是成千上万 普普通通的褪色者 猎人 布什人 灰烬中的一元 你成为活尸 或者是死亡 也不过是重复 普通人的命运而已 世界本就如此 哪有那么多英雄 智囊中你碰到的强盗 货狼血三 趁火打劫 平成载底 不给钱就不告诉你情报 骗小太郎去拔尸体 害得小太郎为保护他而死 可谓坏事做尽 但临死之前 强盗希望我们用一元 买他的祸食 似乎让你看到了 战乱中的那一丝人性 血缘中 你同时救了修女和妓女 修女就一定正义 妓女就一定下见吗 每次你和妓女对话时 修女都会偷听 当你找妓女要血瓶三次 修女会因为嫉妒 而杀死妓女 明明都是来避难的弱势群体 却不忘在最后一刻相互迫害 还有灰心哥 虽然不是魂游戏首创 但在魂游戏中 确实像我们呈现的那些 不是英雄的人 如何看待老贼描绘的 那个悲惨的世界 黑魂三中的灰心哥 是从布什队脱逃的那个人 当布什队在深渊门口 相互厮杀时 灰心哥坐在祭祀场里 背着盾 说的那些丧气的话 当时他什么也没做 但受到灰烬一路成长的鼓舞 众生探访古龙顶 得到了龙石 并提出要与持有 另一块龙石的你决斗 如果他从决斗中生还了 继续执行监视深渊任务的他 当然是布什队的成员 如果他死去了 至少他也为布什队的死命 在战斗中献出了生命 就和别的队员一样 那么他当然也是布什队的一员 无论是生是死 只要决斗执行的 他都完成了自我救赎 如果你是龙也好 在魂游戏的世界观里 就是不停地用绝望 来博取最后那一丝希望 不仅是强大的主角 普通人或者小角色 也都是如此 财书学浅 不知道我的表达 人否向你呈现 剑锋传奇或老贼的魂游戏 想象玩家传递的价值观的万之一二 其实魂系列 对于剑锋传奇的字迹多如牛毛 后半段视频 我简单列举了一些 供各位回顾 不过我个人觉得 老贼对于剑锋传奇的致敬 更多是对他故事内核的理解与升华 希望通过我的初前解读 能让更多人了解这部黄暴神作 后面的内容 请各位静静欣赏 我是没有播音箱的光头麦克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think option by bwd6 by bwd6